城堅氣象站 觀眾朋友 昨天3月19號 簡直是誇張熱了 昨天中午的時候 台中出現34.7度的高溫 台北也有31.3度 而今天你看 現在不到幾點鐘 各地也都是有21 22度的溫度 這兩天真的是特別的比較熱一點 所以怕熱的觀眾朋友辛苦一些 不過我們來看地面天氣圖 其實今天的天氣會稍微有一些變化 整體來講都還是晴朗跟穩定 但是就溫度方面來講 北部跟東北部 可能不像昨天那麼樣的熱了 因為從昨天晚上開始 北部觀眾朋友有沒有感覺到 好像這個風有起來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前兩天 吹的是整個南風 南風熱風吹上來 溫度真的是特別的高 但是昨天晚上開始 有一點點東北風吹下來了 就會比較涼爽比較舒適一點了 所以今天雖然是晴朗 但是北部的部分呢 這個溫度高溫的部分 有機會下降個2到3度 會稍微比較舒適一點 不過中南部整體來講 還是會有30度 不過接下來的天氣 要開始出現變化了很重要 我們來看看天氣走勢 幫大家做了一個整理 首先在今天來講 我剛剛提到有一些東北風漸漸起來了 所以北部東部 溫度稍微略降了一點點 會舒適一點點 但是你看還是看得到太陽是穩定的 不過大概從明天 星期六的中午開始 東北季風正式報導了 帶來了水氣 也帶來了冷空氣 所以下半天開始 北部東部不但會開始下雨 溫度也會開始一路的下滑 到了星期天開始 整個北部的高溫 大概就只剩下19度 跟昨天今天比起來 可能掉了將近有10度左右 要提醒觀眾朋友特別的注意 而下個星期一到星期三 這個下雨的狀況 在北部東北部 可能會很明顯喔 所以下個星期 可能不但要準備保暖的衣物 還要準備雨具 那同時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下個星期 起碼星期一到星期三連中南不可能 溫度也會下降 中部也會有一些下雨的機會 當然現在聽到下雨不要覺得不好 不要覺得不方便 因為在限水快要限水了 希望這個雨能夠下在集水區 而就今天來講 有哪些天氣重點不可不知呢 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首先今天我們要提醒的是 這個北部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剛剛特別提到 大概今天晚上開始 變涼的感覺就會逐漸出現囉 所以今天星期五晚歸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溫差 盡可能還是要戴個外套 小心今晚回家的時候別著涼了 而中南部地區今天高溫還是有30度 注意防曬穿著透氣一些 但是這樣的熱大概熱不了幾天了 我剛提到明後天開始天氣就要變了 那以今天來講 外島還有這個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些這個 矮的狀況能見度是比較差的 提醒大家行車特別的注意了 以上就是這節重要的天氣狀況 好 好 好